在天生我有才的一开始 希望你能够给我们带来一段 展示你技能的表演 舞蹈 舞蹈 扇子舞 扇子舞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求职者带来的扇子舞 舞蹈 扇子舞 扇子舞 能看出来你还是曾经学过舞蹈 有这方面的功底 你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技能展示 你想展示你的什么 这个你还真把我问到 想展示什么东西 展示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热爱 就是我还是想回到你 做直播的那段经历当中 因为我看到刘群给你留灯了 可你刚才表达出的就是 我不想做这行 我觉得没有时间跟家人交流 然后也不喜欢那种工作当中 跟观众打交道的方式 可能我做的那个直播 就是说是 它就是一个纯才艺主播 因为我可能就是属于那种 人傻的那种 一放音乐 人家说 你可不傻 主播你是干嘛的呀 我说我是跳舞的 他说那跳一段呗 人家还没刷礼物呢 我穿了一下就跟人家跳完 跳完说跳得好 再来一个呗 我又跳了 刘群你觉得他傻吗 倒挺实在吧 你留灯的原因是什么 我特别想知道 因为人家第一环节的时候 我特意问了这个 他强烈地给我的感觉 就是强烈地表现出 我不想再做这个了 对 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 就是之前的这段经历 我是自己播的 我没有家公司那些 对 因为我能感觉到 因为像你喜欢这些 传统的文化 你包括汉服 其实它都是可以生成 一些自媒体内容的 其实通过内容这块 能让自己走得更长远 然后包括配合着直播 而且我觉得你那个舞跳的呀 是真的好 我也认同 特别好 就是干这件事觉得 就是适合你 我觉得其实可能 之前的平台或者是 公司不是特别专业 然后可能你会有点抵触 但其实你是可以吃这碗饭 而且你还当过舞蹈学校的老师 又进修过 都是相关的 我跟你说 他很少夸人 谢谢 我就怕你再让我跳一遍 我忘了 没事 你可以再跳别的 你是够实在的 我是极心发挥的 我需要屁股票 放电子 我去看你 并且园